新北市万里区居民组成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 2月18号在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搞入引用等人到台电核厂勘查时 大动作举牌向台电抗议 时代力量立委也前往声援 共同反对台电新建露天核废料储存计划 时代力量党团就表示 去年原能会在安全有疑虑的状态下 通过露天核废料储存厂的新建执照 虽然他们已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但台电还是要改储存厂 立委黄国昌就承诺 他身为万里区的立委一定会跟北海岸的居民站在一起 感谢收到天空下 黄国昌豫